現在這樣是可以的嗎?大家都OK喔? 應該可以 可以嗎可以嗎 可以吧應該吧 不要緊張啦不要緊張 要緊張的是我們你們人比較多耶 對啊 我們不擅長這樣子 對 沒什麼在講話 有危害到你們的我們都會馬掉 真的嗎? 等一下整段幫我們消音掉這樣子 我們很嚴謹的 是齁 包括彰化我們都會幫你們去掉 威威哥 威威哥控制一下這樣子 不好意思 搞不好是我要控制一下 叔叔在現場叔叔可以接受嗎? 叔叔也會 那叔叔加入戰場好了 不行那樣我們要把他整段消音 這樣會出到 有這麼扯 整個會消音嗎? 對啊他只要開口就逼 嘴巴張看就逼 不行這樣不行 我們要先開始了吧 OK 好大家好歡迎收聽孔夫子吃藥 我是馬修 我是比利 那今天我們請到的來賓呢 是來自於我們台灣非常出色的直排輪 溜冰競賽當中的三位佼佼者 也是我們新生代的運動員 我們來歡迎我們的應軒、柏薇還有我們的語婷 大家好 大家好 好那我們要先請一下我們這三位要個別自我介紹一下 那我們先請應軒來自我介紹 大家好我是化妝選手邱應軒 現在在念政大法律系 以後這叫做化師繞妝的運動已經13年左右 13年左右大概就是從小學幾年級開始練 3年級 小學3年級 但有什麼契機嗎 我小學的時候就是學校課後社團 然後是就是遇到我後來的教練 然後他剛好是國家的教練 所以他後來就是他覺得我的天分 然後就問我要不要去練 最後我一直到三四年級以後才說好 就大概10歲 9歲10歲的時候 沒關係我們先請我們的柏薇 他一直很想講我看他的眼神 快點柏薇來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我叫周柏薇 然後溜這個直排輪的運動大概十幾年了 然後現在就讀高師大體育系 那宇婷呢 大家好我是邱宇婷 然後就讀台大公玩系 正要近一年級 然後我中間有停過五年 但是我回來練開始算已經五年 那你中間沒有練的時間去哪裡 我去下圍棋了 麒麟王 六年 他是業餘六段 喔業餘六段 哇賽那也不簡單 小學的時候 就是想要當職業騎士 那我怎麼突然間又要回來練化妝 這有一個很長的故事 反正那時候有一個很厲害很厲害的圍棋老師 跟我說他覺得 黑家家 我的 你是黑家家嗎 你是黑家家嗎 哈哈哈哈 你是露出宅男本身 不要這樣子 黑家裡 黑家裡太狠了吧 反正他跟我說 他覺得 我是可以當職業騎士 但不會當上頂尖職業騎士 可能跟我個性有關 所以他覺得 我應該去其他領域做會比較好 所以你現在很感謝那位老師嗎 應該算是 世人之名 對 可是或許 今天你在職業騎士說不定 有更高段啊 不知道 對不知道 這個就是 人份吧 哈哈 來我們要不要派個代表來解釋一下 什麼叫做職業化妝 其實化妝沒有 沒有所謂的職業制度 因為我們就是 算比較新的運動項目 我們現在實景賽才第十 十六十七屆左右 對 所以 現在 從事的人數還沒有達到 足夠可以達到 所謂職業的 的成績 對 但是我們都是 差不多 我們都可以算是很專業頂尖的選手 所以我們就是在 投入在這間運動的 時間是很長的 那參與的人很多嗎 你這樣看 嗯 有 有穩定在成長 但還不算是很多 因為他真的很年輕 就是協會 通常你們這樣報名 比如說一個比賽 通常會有幾組人 跟你們一起競賽啊 你們這樣旁敲設計 這樣看 就是 化妝式歸屬 博威你這個表情是怎樣 哈哈哈 你弄這個表情 我們今天大有文章喔 欸 化妝是 化妝是隸屬於 就是 呃 滑輪溜賓協會底下的 自由式倫華項目 然後自由式倫華項目底下有 主要的三個項目 一個是 術裝 就是四大院那時候有比的 速度過裝 就是跑跑跑 單腳的那個 然後 跟我們化妝 然後再加上花式沙婷 對 這三個項目 然後化妝的 呃 那個參與人數在台灣是相對 術裝來說是比較少的 大概我們一場比賽可能 一百 多 一百 左右 一百多個人 其實是50到一百 之類的 就是看狀況 對 喔是這樣子 來我們身為體育老師代表 嗯 來 比里你有什麼 可以評斷的嗎 就是這一項運動到底 人數是多還是少 如果單論化妝來說的話 這樣子 相對算是少的耶 可是真的是有 有在發展 對 那我比較好奇的是 16年的這個數字是指台灣發展 還是指說 化妝走進世界世界 沒有 這是我們就是 呃自由式輪華的市井賽的 借數就是 嗯 因為我記得2016年是市井賽的10周年 嗯 所以那個是第10屆 喔 那也就是說 其實台灣正在推的過程還沒有到16 對 可能更年輕 對 換句話說 你以大學生之之幾乎等於 最前面一批的選手 我們差不多是第二代 對 如果以選手來說我們是第一代 對嘛 真正強的選手的話 就是我們能夠以選手來定義的話 就是如果假設你 投入的精神跟 系統化的訓練來說 這樣才叫做選手 那我們差不多是第一代 喔 那如果你們是第一代的話 那雨婷算第幾代 他也是第一代 其實也是第一代 因為我是中間退休然後再回來的 前面留幾年了 我前面 我是一年級開始的 然後到四年級的時候退休 所以三加四 對 還以為是隔離 隔離 隔離 原才如此 那男生跟女生的競賽的類型有不一樣嗎 就是比如說因為我們現在也是分男生組跟女生組 有什麼特別的差異嗎 主要是 呃 體能上面會有差異 所以男子組的難度會稍微高一點 以成年組來說 對 但是因為現在世界上 國際的狀況是 輕女比較強 就是因為他們 體重稍微比較輕嘛 所以他們難度發展是稍微再高 然後軟度也比較好 對對對 但是大致上來說 女生的 肌力啊 或者是整個體能的水準到成年組的時候 是相對男生差異比較大 那我這邊就是因為我們現場有兩位男生嘛 嗯 對那兩位男生都是跟我們映軒做 雙人搭檔 對 參賽 映軒你在跟他們兩個搭檔的時候 會因為他們兩個個人的不一樣 然後所選的曲風 或是排的排練的五步都會不一樣嗎 會 當然會 因為我們雙人選舉是要依據兩個人的特性啊 或者是適合的風格去調整 對所以他們兩個分別適合的風格 或者是速度 或是很多曲風上面是會有差異的 那你跟弟弟这样跳不会觉得默契上两个会吵架这样 有啊我们有我们刚开始搭的时候就是 就是他其实就是因为要跟我搭双眼才回来溜 对所以那个初期 所以你都是为了姐姐耶 不然就会当麒麟王啦 没有啊那时候我已经没有那么认真在下棋 就是我们就 我还在溜嘛所以就叫他回来这样 然后那兄弟姐妹的好处当然是你沟通会比较 好就是比较直接 就比如说我们不行我们我们我们要吵就可以直接吵架 对那你吵完架以后那你和好也比较比较快 或什么就是你沟通比较直接 然后练习的时间也比较多 是对但是 等一下你这个微笑是通常你都是输的那个 没有因为我那时候比较弱所以 对因为他那时候刚回来 就是他他停了五年以后刚回来 然后我已经比较十年这样子 所以看拳头大笑 没有他刚话有玄机 他说因为我那时候比较弱 意思是说现在如果要跟姐姐有争执的话 可能就难说 对 哦原来是这样子 没有没有我们现在假 就是我们会到比较现在才去搭 因为我们上一次搭是大概一两年 二一年初啊 最后一次 对然后现在就是我们他的风格比较成熟 我的风格成熟 然后我们比较会是用讨论方式 哦我们觉得哪个比较好这样子 之前很像教育的感觉 对对对就是就是因为他才刚回来 所以他在用一个他在嘴上 他在试图嘴上 所以就变成就是我在带他 然后他现在是我们比较是一个平等一起讨论的那种概念 对 所以那个时候呃是去年吗 去年去意大利比赛还是今年去意大利 还有那个YouTube频道这些下面留言说 哇其实我有兴趣要要应选一起来录音这样子 对那时候比里都完全就说 蛤莫名其妙 哈哈哈哈 他跟我说你听过花妆吗 我说花妆是什么 我以为他在跟我讲那个打那个桥牌有没有 然后更发生那个 我说没有 然后他就说直拍轮的你运动没听过 我说哦那我知道啊 那我知道啊我记得有一个搭档很强 就是其实我有看过你们两个新闻很早之前 只是呃就就运动嘛 所以我就是瞄过哎呦这个蛮厉害的 我印象中我看的那个 我忘记是什么比赛 可是你是穿很像那个日本的那种服装 然后跳日本歌 对对就是最近爆红的那个 对对对对 我是看到那一个 然后我就查了一下就就有看到你们两个人吧 应该是你们两个在在广州吗 还是哪里 那个是在台湾的选拔 哦选拔赛 杭州亚运的选拔赛 对对对对对对 为了那个选拔表演的 然后我就看了这样 哇这个蛮厉害的 那我脚踝都不会断吗 因为我自己的运动项目 其实是很怕这种单脚尖 然后一直一直绕撞那个 就对我们来说风险很高 对对对 然后我一看他就说 哇塞这个脚踝要么很粗 要么很强壮哎 对啊 然后他一讲完之后我就想说 哦那我知道 然后就说那我去敲咯 我说嗯哦好 反正你说你要去敲 通常他都已经敲了 对对我也只能接受 就嗯好那我就看一下 可以做什么这样 对啊 诶没有错的确我是先敲 我才跟你讲的 嗯对好 那可是想喜欢这种运动 为什么像应轩还有雨婷 为什么没有想说 直接以体育系这样子去 因为资源不是这样不是比较多吗 因为其实最最主要的是体育系 你就都要会 但我只会这个对 嗯我只会化妆 就是我其他的体育下面 其实不怎么好 是吗 到体育系的话你就 蓝牌桌竹棒雷雨都要会嘛 对 就有人篮球要三修了 就有人篮球一直过不去啊 真的哦 没有办法 那个高 算了 你们考什么 你们考什么 我比较好奇 高师大篮球要考猛眼韵球 然后 老师又很 又很刁砖 对很刁砖 然后你就已经把影片都录出来了 然后他还是给你45分 哦啊 哇 那真的硬了 我也受够了 哈哈哈哈 所以不过未来是想要当体育老师吗 可能会往体育老师的方向走 或者是走教练吧 还没有一个很确定的目标 还没有很确定 嗯 我有一个比较好奇的点 所以你们两个是用真神真事上吗 你们算体保生吗 他们是 我是学策 我们两个是用真神 哦你们两个是用真神真事 但我有考学策 强调 那所以政大 政大是 看你的学策成绩 还是直接采进你真神 我是用体育肌肉真神上的政大 哦 那还是不错啊 对 所以我学策是去考一个 就是心情好的 对 哦他的心情好意思就是说 他认真的准备 没有 他完全没有准备 身为一个体育人 应该要有精神 面对考试 绝对没有在考场睡觉 谁说体育人只会靠 体能 不会靠脑力 还是需要用到脑袋的 对我考很高耶 应该算蛮高的吧 没有讲出来听一下 对了对了 好了好了我们点到位置 可是为什么想学法律 我觉得在就是很多 我们包括你可能生活啊 或是什么之类的状况下 你懂法律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比较不会 你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你会知道要怎么解决 这样 我原本以为说是可能你在 这项运动的时候碰到一些问题 想说要学法律来为自己申辩 什么之类的事 我要学法律的时候 不是基于这个理由 就是那时候对 不要下班好吗 你怎么知道我要讲什么 关键字还没遇到 还没遇到 这段请帮我剪掉 绝对不会啦 绝对不会 绝对不会剪掉 身为协会的选手 我也是很想了解一下 其他协会发生了什么事 没错 反正大同小异嘛 对不对 不一定啊 我们搞不好可以从你们自己听一些 蛮不一样的东西 是吗 所以我们这边有个直排轮协会 有我们是滑轮溜冰协会 滑轮溜冰协会包括 竞速溜冰就是绕圈圈的那个 大家都知道的那个 对竞速溜冰 然后花式就figure 就是白花式并排花式 就是三转跳那些 对对对 花式然后曲棍球 包括直排曲棍球跟并排曲棍球 然后还有滑板 跟我们只有四 滑板也算在滑轮溜 对对对 所以大家都念直排轮直排轮 会不会你们听到就觉得说 这不专业 没有直排轮 直排轮已经比较专业 不要说溜冰 不要说溜冰 对我们我们已经算了 好好好溜冰 对溜冰 一秒让选手暴怒一点 欸你们是溜冰的啊 对啊 我们有在冰上流哦 对 然后然后每个人看到溜冰 然后就结束说 哪里来的冰 然后我们就放弃了 随便了 对 啊这叫华伦溜冰 对好好溜冰溜冰 欸其实刚刚这样言谈之后 其实发现雨婷是学霸欸 只有雨婷是靠学策欸 对吧 答对 可是他们两个真神真事也还是有靠成绩啊 也还是要念书啊 哦 对啊 你不要笑成这样啊 只是一个篮球到现在三修啊 对 对啊 这真的没办法 来体育老师你面对这种学生你该怎么办 哈哈 我只能跟你讲加油啦 哈哈哈 对因为我跟你说 我的状况还是一样 我在高中的时候自行车 那我到师大以后发现 师大没有收自行车选手 他跟我说如果你要练的话 那你要回台体 我拎北就考到师大了 还跟你去台体练哦 对啊 然后我就是转项目 啊转项目之后 我们班田径的超多 我们400公尺的考试要跑56秒5吗 哇 考试吗 对对对 400公尺 我们好像59秒啦 对啊 欸 不要说59 59其实还是有点硬欸 你跑完屁股会痛欸 每个人都要跑59秒才会过 对 然后我们就是要56.5 我真的是每一天都要练欸 我连在寝室睡觉的时候 我学长都会把我叫下去练 啊你为什么这时间在这里睡 下午3点 我说呃 学长我那个刚刚刚刚下课 什么 下来练数课 你田径过了吗 标枪考试考了没 我说欸 还没 下来 好 然后就跟着学长去 我每次田径课 然后足球也很硬 足球要什么脚背挑球 50下100 呃 我忘记到底多少 但是好像类似50下 然后还有头顶球 然后还有大腿 对大腿控球 嗯 那个真的是每天都一直练一直练 对啊 真的每天练 基本盘啊 很痛苦啦 就是那时候因为接触到自己 不熟悉的项目嘛 对啊 撞墙其实超多的 然后学长又会一直三不五十 就叫你去 对 一直一直约要练习这样 对对对对 可是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除了学校老师会教之外 因为我那 我那天其实有跟应轩稍微聊到 那关于教练的代法 教练到底存在与否 你刚才说教练给予了你们什么指导 因为你们是 因为回到专项来说 对啊 你们是初代或第二代 所以其实那教练的话是从何而来 对啊 教练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第一代 括号第一代 对 因为他们是玩家出身 因为其实最一开始项目发展 一定没有选手的概念 对所以他们是先 就是先先驱的那一群 就是他是台湾的花装 或者是说自由式的开始 是 就他们是开始玩的人 所以他们就 所以他们比较是 不是用一个选手的规模在练习 所以他们就是第一代 我们是第二代 对 所以他第一代 但是选手是第一代 对 所以他们第一代带着我们第二代 然后把第二代养成选手 所以我们就变成第一代选手 这样 那第一代选手去哪里 他刚讲啦 他们是用玩的方式 去养成下一代选手的 对 因为一开始 一开始不会有一个系统说 你要怎么练 练什么练什么练什么练 什么可以变成这样 因为他们就是都用试 对 对 所以他们就是有点 拓荒那种感觉 对 所以现阶段的话 如果你们要去参加一些国际竞赛 不用挂教练名吗 还是什么 国际竞赛公开赛是不用 但是台湾的比赛要 就是台湾的比赛是规定 你每一个选手 一定要挂一个教练 那这个名字从哪里来 我们有教练 对 理念上的分裂 对 例如说 没有那个就是 一边要为竞技 一边要为全民发展 然后这样分开吗 就可能只是你喜欢的 因为运动 像花装就是 嗯 项目不一样 花装 呃不是 对 风格不一样 就是花装上面 你可能有一些 你喜欢的动作类型 或者是他想要的那个方向不一样 哦 是指说那个吗 是指说你们有一个 类似指定动作组合 然后可能 他们这边的教练喜欢的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就叫freestyle 所以就等于说 你全部的东西都自己编 那那那 就会产生很多不一样的风格 像欧洲人跟我们编出来的 套路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 哦 对 所以他们就是经营 然后经营团队的理念 可能也不太一样 所以后来就是 这个大团队就分成两个 然后我们是 各自团队的代表选手 所以我们是老 很久 就是从小时候的队友 对 小时候的队友 那你们要怎么去论断 你们的style是什么 你们的这种套路 是什么 有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简单的来叙述一下 你们这一派 这个派系的套路是什么 他白话文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会拆开的 这个部分 我会讲冷白话 没有他们会拆开的理由 应该是因为 团队经营的理念不太合 所以跟其实个人的 风格差别 只是刚好风格有差异 所以 养成 所以带 欸 就这样了 你不要怎样回去被揍 我跟你讲 又要剪掉 难怪你被排到高雄去了 对啊 哇 哈哈 谁到底是在高雄 等一下被教练打哦 其实也不是很清楚 到底是怎样 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才10 才个位数岁 还是年轻人 那时候我们才10岁吧 可能 没关系 你已经学了法律了 后面就知道了 对啊 这个才是学法律的意义啊 我教你 如何正确的拆开一个 对 对啊 所以爸妈都很支持嘛 对 这项运动 对 对啊 叔叔是从小就支持 对 对 他是教我们 就是在公园溜着玩的 对 我们从小时候是 就是反正小朋友都会在公园溜着玩嘛 我是从那里开始的 那叔叔也是协会的相关工作人员 完全不是 没有完全不是 所以你看 就是因为不是协会 你看爸爸做成这样你就知道 哈哈哈哈 没有我 我就是 我就是好奇啊 因为 如果叔叔是协会的 应该可以帮你们 解决不少事情 争取一些东西 对啊 他 可能就不用读法律系 不要下班好吗 那你们这样挑 这个比赛的曲目怎么挑 曲子 搭配你们的舞步 这样子怎么 怎么去挑选 就是自己依照喜好 选有感觉的歌 对啊 看状况每个人不一样 适合自己的风格的歌 所以要么就韩语 要么就日语 没有 我有用过英文跟中文 我以前 我最一开始 丢国际赛的时候 我是坚持我用中文歌 就台湾的歌 坚持 对 就是那个是有点 华尔语最屌的 那是鱼语 没有 就对 有点 有点说我不要 我在国际赛的 文化推广 不要同洋媒外 就是我在国际赛的舞台上面 我要用台湾的歌 是 所以可能今天伤心酒店这样 那你有用过什么歌曲 我在 我在欧洲第一次 出去登场的时候 就是我们 16年第一次去巴黎的时候 我用的是浩角香气的 发发发 浩角 可以唱一下吗 哈哈哈 发发发是什么 欸我也不知道了 对啊 回去请资员 对 对 发发发 对发发 然后我接着第二年 在用他们 就是浩角香气的 拉巴索 然后 对对 所以我一开始 你是多爱浩角香气 没有因为他们的歌 比较 因为比较抬啊 比较抬 后来 后来为什么没有用 因为找不到 因为后 没歌 我还会发现什么事情 没有啊 不是浩角香气 因为他们一直不出新歌啊 然后我就没歌用啊 这一次 浩子阿翔 你们如果有听到这集的话 有没有听到 有人非常非常需要你们 对啊 然后我18年用的是 倪安东的违抗 然后后来19年 为什么没有用呢 因为我找不到 适合的 倪安东有这个绯闻吧 并没有 不是 因为我还把倪安东的歌 全部听一遍 然后后来找不到适合的 对啊 就是后来是因为 因为华语歌大部分是抒情歌 那抒情歌相对来说 比较 因为我是 拍点是不是 因为我是比较 以速度取胜的那种类型 就是我比较 就女生来说算是可以溜很快 然后所以 所以后来我找 在华语歌里面找不到 适合的 所以后来我才会 去用韩语或者英文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这样 所以是台湾的歌手不够力 没有给他跳到好的歌曲 台湾的歌手可以唱一点开心的歌 就是对 拜托 那也不够开心 对不对 我还用地图炮 所以地图炮超大支的 但是我接受 我接受 我真的也觉得 就近几年已经没有 没有就是这么好的歌出来 应该有可能 也是因为我们 我们也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项目也很小 你要需要一个契机说 让大家看到说 原来有这个 你看大家 我现在这个永那个影片爆红 然后全部的人都说 我们跟我没看过这个东西 那你挑歌也是一样 就是有一些搞不好有很好的歌 可是它没有被看见 所以你对于你影片突然间爆红 这件事情 有什么看法 突然间 其实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因为不管怎么 不管怎么说 项目被看见都是一件好事 对 但是 其实没有 对啊 我觉得是还不错 就是 因为我们真的太小了 就是说 其实化妆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但是我觉得真的没有人 没有太多的目光去关注到 这个东西 就是真的太 没有人知道 你发出去 然后我看底下的留言 全部都是 然后我都第一次看到 刚刚有耳闻啦 其实我知道 就是协会里面分项目 就会比较麻烦 你各个项目 他们要的预算跟资源会不一样 资源是会分配的 对对对对 那这个分配下面一定会有一些增值 所以我刚刚就是很好奇 那滑板 归到滑轮里面 可是如果 如果在我的认知啦 我不晓得 体育的相关会不会觉得说 他其实应该比较偏极限 对对我也觉得 我会这么认为 我会这么认为啊 虽然我也不懂他为什么在滑轮 对啊 他归到滑轮 然后他现在又是奥运项目 对应该是因为他是奥运项目 这样就会有点麻烦 所以他就归进来了 是 是,啊可是这样他讲话就比较大声 对对啊 因为他 你们 我们以竞赛的层级来说 对对对对对 市井赛就是牌比较后面 对啊 你没有奥运,然后 也没有衙运 也没有世界运动 欸 真的很可疑 都没有 真的 对啊 你要站起来讲话还不能拍桌 人家可能会把桌子掀掉 人家可能会把桌子先掉 我们应该是不能站起来讲话 对 那这个 对那接下来你们要去参加杭州的衙运吧 对我们两个 那雨婷要去觀摩嗎 沒有因為 那個這邊預告一下就是 那個 你要退休啊 不是不是不是 二度啊 亞運可能會 因為他延期了嘛 所以我們的選手可能會重新選拔 所以明年可能會重新選拔 哇又來了 真的是 總共會選兩組 對總共是選兩組 就是因為他是規定要混雙 就是我們本來自由式的雙人是沒有規定 就是你只要兩個人同一個國籍就可以組 可是因為杭州亞運就是他只給一面牌 所以就變成說他規定要混雙 就是你要一男一女的組合 才可以去比那個雙人 對 然後我去年去考試了所以就沒有參加 然後今年就 有機會 對我可能會出現 那這樣對你來說是賺到 然後對其他可能被賽的來說就會覺得比較麻煩 因為要重新再整備一年 對 應該對你們還好吧 他們沒差 我們本來就 蠻指標的 對啊 沒差反正我上 我Google化妝 我Google化妝上面就你們兩個 基本上看不到後面的人 我們還是有啦 就是 因為我們 我們兩個算比較早 除取 外面 露臉 對 所以就是我是16年去了嘛 然後17年是我們兩個一起去的 所以就是知名度上面或者是整個成熟 所以就是選手的狀況都比 比較比較前排 對 那有沒有覺得參加過這種國際級的比賽之後 內心會膨脹這樣 會嗎 我覺得這個是 心境會不一樣 那個是選手的課題 就是你拿了成績或是沒有拿成績 或是人家認識你或不認識你 我問你們有點太敏感了 會嗎 會啊 會 我覺得心 呃 不能說膨脹就是 心境真的會不同 你先說你參加過什麼樣的比賽 邀請賽啊 就國際邀請賽 國際邀請賽 對啊 那我自己的感覺是 因為我是有點像球類的項目啦 所以 像球類的項目 像球類的項目 你就講吧 你什麼球啊 因為我是騰球的 對對對 用腳踢的排球 俗稱用腳踢的排球 然後 呃沒有國際賽之前的話 我對於 自己在場上可以做哪些事情 會沒有辦法那麼冷靜 對 可是比完國際賽之後 那個經驗值會暴增 就會變成說 我這時候應該要做這件事 然後即使做錯了 也不會像之前這樣很慌 對啊 我覺得有差 會有一種突然很有頭緒的感覺 對對對 會突然搞得清楚自己在幹嘛 理得順那個邏輯 這個話題就應該讓我們歐洲大紅人 柏威來講 還有多藍迷妹團 還有多藍迷妹團 還有什麼 是義大利迷妹團 成功了耶 成功了耶 他在歐洲的時候他上去比賽旁邊大家都 恍呼尖叫 對啊下場還有人抱抱 對啊 還有抱抱啊 先擊掌再抱抱 我怎麼不知道會聊到這一段 我怎麼不知道會聊到這一段 我是不會放過這個 來來來來那膨脹來 有沒有真的去抱抱 有嗎 有 哎呦喂啊 應該是要的啊 一定要的吧 有好的抱抱 有好的抱抱 那有壞的抱抱 那有壞的抱抱 那剛剛還沒有還沒有講完啊 就是你們這樣挑這種歌曲 都是按照他的韻律不是因為喜不喜歡 而是就只是很單純 通常是因為喜不喜歡 我不知道 至少我是因為喜不喜歡 有時候會有一種 畫面感那樣的東西 對 對 就是你聽到那個歌 然後你就突然就 喔 我知道我要編什麼 這樣 因為我看那個 柏威他挑的那首是831的嗎 對831的 你當時挑這首歌 因為 我想要 聽到這首歌我就覺得 他的節奏感很強 然後跟我的風格比較搭 然後 重拍的地方很多 我就聽到這個音樂就會有 就有靈感 然後就想說 試試看 然後 後面的結果也是不錯 因為很好笑的是 我去找其他的影片 因為你那個時候參加那個比賽是 好像也是選拔賽是不是 然後 呃 有第一名跟第二名 然後剛好你是拿第二名 會長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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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那個那個 對對對對對 對對對對對 然後 第 第一名 第一名一大堆人在下面留言說 哇這個 這個好像有點急促啊 然後在 柏威的影片下面就說 這個才是真正的第一名吧 我沒有看到那個留言 你有看到 來請問對這件事情你有什麼發言 哎呦敏感話題 敏感話題啊 就說 沒有 一 SE ini 你阿 這對要剪掉嗎 你的腳踝很好 因為 它的腳踝很好 很會點 很會點 對對對 对 很有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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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是你的競爭對手嗎 在國際上不算 這個卻不是我講的 哈哈哈 國際上不算 他就是在 國內對不對 國內就是會贏 特別有彈性 國內很有彈性 然後一出國就從這邊 然後 不要下班好嗎 他們很不錯耶 因為這就要講到我們台灣的裁判數字 很難說的啦 看人挑的啦 就像我們的裁判都是羽球的來啊 有一些球他們也不太會處理啊 過往就好啦 我們也是嗯...好也只能接受 就是當然我們都會希望大環境更好嘛 對對對 所以剛剛才說你們不錯 他們其實很會躲那個題目 沒有我覺得剛剛博威 博威已經全部都講出來 正常講正常講 然後挖洞挖超深 然後他們就踩一半 然後就上來這樣 對對對不會下去 然後蠻精的啦 那你們這樣去國外比賽有什麼特別的經驗嗎 特別的 就是先不管先不論運動 其他的呢 他剛剛就講了啊 除了抱抱之外 除了抱抱之外 我就是想聽除了抱抱之外 沒有國外的經驗不是就要 往左邊看 對啊 快點博威你就講出來哎呀 有沒有什麼艷遇之類的啦 我們要給博威一點發揮的空間 對啊 國外嗎 這是他的主要領域 艷遇他主要領域 不是這樣講嗎 整個國外嗎 就是還蠻好玩的啦 就是 外國人都比較熱情嘛 然後就 多認識多認識這樣 交流交流 交流交流啦 那有認識他們那邊的選手嗎 有啊就是 就是直到現在 都還有在密切聯繫這樣 有有都有在聯絡 都相對發展的比亞洲蓬勃 因為比較早 他是發遠地 對 好 那下一段我就要開始發威了 那你先讓我多插一下話啦 我先問一下 我覺得暖氣夠了 你知道 OKOK 你熱完你先修一下 OKOK你了 因為運作 我想了解一下整個運作脈絡 所以你們高中是同一間學校 不是 三位都不是 沒有全部都不是 全部都不是 沒有我們從頭到尾就沒有同一間學校過 那你們的母 意思是說你們的母數很大囉 你們有自己的俱樂部嗎 我們不是 應該說這個項目不是從學校開始 對 就像我剛剛講的 從公園 從公園開始 是啊 我知道啊 可是從公園也會有 都一個都是同一個小學在在玩 不是不是 然後我好奇的是 他們是不是 從俱樂部開始 對 是從俱樂部開始 因為就跟我剛剛講的 他是從第一代玩家 所以意思是說 各個玩家 或是幾個玩家 會湊成一個俱樂部 嗯 所以像我們 我們的教練本來就是同一個team 這樣子 然後他們後來分成兩個俱樂部 所以他們就是 這幾個玩家 或是主要的教練 會自己有一個隊 這樣子 那現在花裝的俱樂部 總共有幾個啊 花裝嗎 台北 你說組花裝還是有花裝 主要 主要 因為我們 他有主要目的是花裝的 跟主要目的是素裝的 對 那主要目的是花裝的 有兩個最大就是他們那兩個 然後呢 對就是我們 然後再來應該有 澎湖有一個 澎湖 蛤 澎湖 馬上一個外島喔 因為那個 這可能算第三勢力 對他直接同事外島 澎湖是第三勢力耶 他島主耶 他直接大派 不要下班好嗎 不要以為澎湖沒有Podcast 欸 我們會貼給他聽的放心好了 主花裝的團隊應該有 應該可以算有五六個 然後桃園有一個 然後就是 加加加一加可能五六七八 之類 差不多這個數字 五六七八隊 可能還有一些我們不知道 然後競賽的人數要到五十到一百 所以你們的 母數就會至少一隊會有個十五到二十人 差不多 那幾乎也等於是地方俱樂部的一個 一個隊都來比耶 對啊 有比賽就是大部分人都會出現 台北市就佔五十個人了吧 對可以理解 因為台北市就真的支援比較多啊 對啊 因為第一代玩家 他們會是台北人 大部分 就是我們的教練 都是 那兩個主要大團隊都在台北 就是這裡的人會比較多 嗯 對 好 你可以 沒有 因為接下來要問的話 對他們現在的年紀來說 壓力太大了 因為他們是第一代選手啊 所以我不是很清楚 你們會不會需要肩負 推廣花裝這件事的任務 如果是的話那高師的這一位可能壓力會比較大 哦 對 每時候體育這一方面 對啊 對啊 對 所以後面 這個部分他可能現在還不知道 嗯 反正後面他的教練估計會有些東西 你的這一種球類在台灣其實也不是很熱門的球類 對啊 我們跟你們發展的時間差不多 我們也差不多在台灣十幾年而已 也是形象目 我去YouTube會看那個藤球的比賽影片 哇賽 但是因為剛好有同學在玩著一個 高師有哦 他是足球專項的 啊啊啊啊 然後就是去 去玩 下去玩一下 下去玩一下 就蠻酷的 他們那個腳都 對啊 我們都要用翻的 對對對 我們砂球都要用翻的 就很像後空翻這樣 所以你撐單輪的時候是從這裡學的嗎 沒有 我沒有玩過 那個球都小小的 然後很多洞 對對對 嗯 K到會痛那種 欸你真的懂有概念 有有 走 今天 哎呀 體育系的人也 早知道他是高師體育 我今天就帶球來送他一顆了 哈哈哈哈 真的是 欸下次下次 不要這樣他晚上練習的時候會拿出來玩 會啊 拿出來練啦 那個有助於協調啦 對 還有那個挫折忍收 對 很挫折 100%挫折 兩個人組一隊就下去了 欸 我幫你抱比賽 哈哈哈哈 要打的話 你找一個人 我幫你抱 換他要從化妝退休 對 退休 沒有啊一起練啊 沒有關係吧 反正他說了 他一到五很閒耶 他只有六日需要練習而已啊 對啊 對啦 現在 現在開始要有亞運之後就 沒有辦法像 可能前兩年 剛上大學一樣這麼閒 嗯 也是啦 亞運也是蠻重要的 對啊 所以這個都是獨立報名嘛 這種比賽 都算是自己獨立去報 沒有啦 亞運的話一定是有協會幫你們 協會嘛 國內賽 那個就是一定會有選拔 然後才過去啊 國內賽就是透過教練 公開賽才是我們自己報 了解了解 嗯 好 我剛剛說要問尖銳的問題 嗯 你可以開始了 你們這樣目前為止去上那種各大的節目啊 有沒有哪一個節目是你們印象比較深刻的 其實我沒有去上很多節目 老實講 那你上過哪幾個節目 我上過 跟我的是錢錢搭檔嗎 還是錢錢搭檔 哦對 這就是一個 這就是我 去的時候 對 去去上過一次 可是我覺得就是棚內的節目 嗯 相對來說性質上比較 沒有很適合化妝 是因為我們需要場地範圍稍微比較大 那棚內的節目會 可以 場地的限制會很大說 那你就只能放八個 或者是 就很短 那你可以發揮的 就很 就很少 這樣子 對自己的表現不滿意 也不是 就是 沒有沒有 那一次是 在這個講說我會不會被扁 就是 幫你馬掉 幫你馬掉 就是 就是他們 然後我就覺得有一點不是很 對 你有要求要不能 因為你要沒有公開過 所以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去編一個新的東西 沒有公開過 然後喊 然後我們上去跳 然後他給我剪掉一半 那個Kimochi那哇 Ruiz 一人給你一千塊來打發 對 蛤 真假的 沒有沒有 還是拆錢給你 沒有沒有 屁股拍拍就走了 沒有 因為我今天才跟他討論說 那體育人今天怎麼去報名這種節目 我那時候是 我那時候是 因為我那時候 我18年的時候也是世界排名第一嘛 我們兩個 他是青年組的 然後 那時候我也是世界排名第一 所以那時候有一串的 採訪類的 東西 對 所以那個節目也是那時候 來找的 對啊 我都覺得 所以我這時候 那時候就有跟他講過 我是間歇性紅人 我覺得你們的教練要開始 稍微負責一些這些事情 因為他們畢竟是第一代嘛 那如果他們在 在訓練你們這一方面沒有辦法說 你現在問了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喔 對 你好聰明喔 我不管啊 我要講 對 問啊 問啊 沒有就是因為他們 還有在掛名 對 對 就是因為 如果他沒有辦法在技術上面 給予一些指導 他應該要幫你們把 剩下後勤或曝光的事情做好 我覺得啦 因為以第一代來說 對啊 他要做的事情其實蠻多的 而不是說 就是 我覺得我做到這裡就好了 這樣其實對於整個環境是沒有辦法 幫助 可是說不定他沒有那麼偉大的理想 這邊我就是留白 然後 聽一下啊 因為我們不是教練 我們也不是他底下的選手啊 我完全不知道我現在是一個局外人 他可能沒有那麼大的理想 可是說不知 教出來的人那麼優秀 那怎麼辦 其實我們很多東西都是自己想去想辦法爭取 因為 教練比較專注於自己原本的領域 他原本的領域是什麼 就是他就他專注於教 他比較專注於教學 就是他專注在教學這件事情上 所以 額項目的發展 或者是我們自己個人的發展 再上去就是要找資源 這些都是我們 就是我們自己想辦法 就把你推到這裡啊 你後面你要幹嘛你要自己想辦法 對啊 欸 欸 我不知道我跟他 我現在是不知道你想把我推啊 我跟他 我是跟他不太熟啊 這邊有人想陷害某人 沒有啊 欸 博威不是他轉去踢藤球嗎 就沒有 哈哈哈 他現在已經一聲簽了 等他教練就在那個節目下面留言說 不可以挖我選手 哈哈哈 不是 欸 不是 他現在把他打擋坑下去了 然後他就走了這樣 我要踢藤球 欸 太狠了吧 那沒關係你還有你弟啊 哈哈哈 換人是不是 我先邀兩個 哈哈哈 哈哈哈 公開挖角 哈哈哈 不可以這樣子講完 然後出門口吵架耶 這樣子 最過最過 節目效果 節目效果 OKOK 剛剛那個很很 很OK啦 很OK 可能他檢掉很多地方 沒有那是檢掉你吧 不會不會不會 我今天整段被消了應該 哈哈哈 我會盡量馬啦 就盡量啦 盡量啦 盡量的部分 對 好東西我們要留啊 因為就是 發展的過程中 一定會有一些問題 對 只是我這邊就是 我自己啦 因為我們 就跟你們發展時間差不多 然後 我覺得對選手來說 他們要承擔的責任已經很大 因為競技跟 發展其實是拆開的 全民跟 競技是兩回事 對啊 那既然 教練如果 都投注在教學 去做全民這件事情 那 當然就沒有什麼 心力 為競技的你們付出 那這時候 我覺得當教練的人 就會 需要稍微調整一下自己 對啊 你不能什麼都要啊 你什麼都要 其實最辛苦的是選手 對 應該是應該是說 因為競技的人算少數 嗯 他能從這邊轉 我是覺得你可以變 應該是講的啦 應該是這樣 真的是什麼都向前看齊 不要下班好嗎 沒有啊 他競技也有獎金耶 他掛教練得名是有獎金的 你們選拔賽有嗎 選拔賽有嗎 我們在 呃 台北市的 高中以前 台北市只要是勢力的 對吧 這種是有錢的啊 教練是有錢的啊 所以這個一掛上去 有時候落差很大喔 而且 如果你們又是指標選手 連霸還會有連霸獎金跟營養金嗎 這個沒有 這個是全中運全民運 但是因為我 但是因為我 但是因為我又單人又雙人 然後又 對所以很多項就是比較多 對啊 他就等於 很寂寞 他就這樣喔 欸 然後三分鐘 但是因為我現在上大學 三分鐘 但是因為我現在上大學啦 你知道上大學沒有錢領人 所以我現在不值錢 你在幫他編舞步是不是 哈哈哈哈 下一套的動作想 下一套的這個是嗎 對 至少下一次喔 杭州亞運 哈哈哈哈 對啊 選手不是會穿那個嗎 運動裝 運動裝上面不是有那個贊助商 我們現在 現在都有 我們兩個是同一個 品牌贊助 喔 這是什麼品牌 這是一個法國的 法國的FR skates 對 他是歐洲比較主要的品牌 對 是 所以這個 沒關係我們置入嘛對不對 對 什麼不是那要他們 他們拿到那個代理權什麼 就是要製作啊 就是FR skates超讚大家買 大家要買是不是 買包買包 所以他們那個 門市之相關資訊 我們要請下哪個單位 我們 請下我們 請下我們 請下我們應宣的粉絲專頁 是嗎 對粉絲專頁 肯定一定要 贊助一下 支持一下我們台灣的新生誕的運動員 是的沒錯 對 那如果有人 問我們三個都可以謝謝 好 如果有人未來想要參加你們這項花裝運動 你有什麼 想要給他們一點指點的嗎 或是給他們一些什麼 事前宣言 事前宣言 就是想要錄這個花裝運動 我覺得 要堅持住自己的想法 堅持住自己的想法 就是 這聽起來好廣喔 對啊 因為你要 你想要入任何一個運動 的領域 都差不多啦 就是你 就是不要為了追求 排名或什麼其他的東西去 迷失掉你本來想要做的事情 對 哇真的 欸我這樣聽完覺得 真的是站在那個高度上 才會發出這種感言 不一定啊 高處不深寒 也有可能是他們那個 腳下踩的那個很尖你知道嗎 講錯話的話那個會 會扎到腳 有點危險 叫你不要參加好像又不行 大家要 那你來要三思啊 大家要保持初衷 但我覺得就是 因為化妝是一個真的很好運動 所以還是 希望有更多人可以 推薦大家 推薦大家來學 是 不難啊不用挑地點 公園就可以了 對對對 而且我們很好看對吧 我們很好看 對啊就是你可以 表演一個很好看的想法 所以我們表演性質很強嘛 然後又 然後還有就是 可以 可以吹冷氣嘛對不對 我們台灣有 室內場地 喔 了解 雖然不知道可以用多久 但是是有室內場地的 好後面那句話我幫你卡掉 好啦感謝今天感謝三位 我們的柏薇 應軒 然後還有我們的語婷 來上我們的節目 好那我們最後就跟大家說成 掰掰囉 掰掰 掰掰 好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